当你在披萨专用自发面粉里加入大量的水 你只需用叉子像我这样随意给它搅成柔软的团 盖上保鲜膜静置20分钟 你会获得一份比任何酵母都强的发面 桌上倒上面粉轻柔四五下 静置备用 你的料理已经成功了一半 WMF绞肉机倒入88颗蒜粒搅碎 加入黄油 加入奶油奶酪 打上三四个鸡蛋 来上一大勺糖 海盐调味 再用这个绞肉机打成丝滑的大蒜酱 拌入一些欧芹碎 美味的大蒜酱搞定 把大的面团改刀成小团团 里面包上马苏里拉芝士块 手上沾一些油 把它揉成小球 像我这样依次把它们平铺在烤盘里 在面团之间的空隙中塞入马苏里拉芝士条 空隙中再刷上大蒜酱 放入烤箱 开烤箱盖50度醒发一个小时 醒发好以后在180度烤40分钟 网红大蒜芝士面包搞定 静置5分钟再吃 看一下这个面包的横截面 完全发起来了 再看一下这个面包里的拉丝 蒜香十足 真的是太好吃了 抖音搜索高端料理 你就能找到我